今天我们要介绍罗牙的绘枝 首先我们认识一下罗牙 这是一根罗栓 的侧面看 侧面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牙形,这是一个三角形的牙 那中间你可以看到牙的根部 这叫做小径,牙的小径 那这个尖的地方呢,这叫做牙的大径 那首先我们要画个牙之前必须知道这几个条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做 它的结距,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之间的距离叫做结距 那今天我们所要示范的是做一个宝特瓶的瓶盖 首先我们看一下宝特瓶的瓶子 这是它的瓶身的 这是它的牙根 那这是牙尖,可是反过来看我们的盖子来讲,这就是我们的 盖子的牙根 那这是我们牙尖的位置 那我们来量一下它尺寸,来测试一下尺寸 首先我们要量到它的 螺牙,瓶子瓶身的螺牙,它的最小径 是 24.8 那我们考虑这个误差,所以我们用25.5作为螺母的牙尖径 螺母的部分就是我们讲那个盖子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看到这个最外径是27.7 那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28.5当成螺母的外径 就是螺母的根径,牙根径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它的结距啊,我们那边量 它两个 两个螺牙之间的距离是6mm 也就是说单个距离呢,是3mm,就是所有的结距 我们现在所有资讯都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来画图,那首先,接下来这是以前是用 123D来画的,那我现在用onshape做示范 好在onshape这边呢,首先我们先开一个草图 这个草图呢,我们用top这个这个画面来做一个 平面的草图的位置 Type这个位置,那我们先把它转回来 这是上市图,上市图的位置 那上市图这边我们先画个圆 圆呢 圆镜是多少呢,我们刚看到那个圆的 牙尖,就是盖子牙尖是25.5 这就是我们的圆圈的草图 那圆圈草图有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把圆圈草图先点起来,这我们选这个螺牙 这螺旋线的部分 螺旋线一点之后呢,他问你几个条件 首先呢,他是用草图1的边缘做这个螺旋线 那接下来是顺时针或逆时针,那我们要选的是顺时针 接下来这边是高度 高度假设我们一个结距是3mm 那我们有,假设画3圈好了,3圈那就是9mm 那接下来同样这个螺旋几圈呢,我们是3圈 好,就这样子 画完了之后,我们从侧面来看,他是不是就是形成一个 这个螺旋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螺牙的线 那接下来我们要画那个螺牙的尺寸 那螺牙的尺寸,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呢 我正定义他是一个梯形,其实是一个梯形 是长这样的梯形 这边的 底边的高度呢 底边的宽度是1.5mm 那这个牙的高度呢是1.5mm 那这个角度,这边写75,事实上是他从这边到这边75度 那这边其实是15度,两边都是15度的一个梯形 所以我们来画这个位置,那我们用flunt 当成我们的草图位置 我们点草图之后呢,选flunt这个面 就可以把flunt这个当成我们的草图 我们先正视于他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要这个顶上画图啊 所以我们在上面画一个我们的 草图,可以用这边或这边 那你用这边来画,其实我选不到,选不到这个点怎么办 所以你用投影的方式 我们使用投影,先把这个点投影出来 这个点你被投影出来,你可以看到 这是条线的尖点,我们可以用这条线来投影出来 投影出来,而且叫我们要画这个 所谓的梯形 好,那么 把它拉近一点来看 我们的水平线呢,我们刚刚讲的是1.5 高呢也是1.5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 两条线,那接下来画一个角度好了 角度是多少呢,我们来量一下 所以用两脚器,用这个尺寸来定 这个角跟这个,这条线跟这条线之间的角度 所以那边是15度呢,那另外这边就是75度 75度我们就画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边也先画完 好,画完画这条线上,OK 那么其实还可以画一个线,是画中垂线好 我们如果先把中间的线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做近色的方式 来取得另外一边的位置,我们用近色 在这边选近色,近色首先要选近色线 再选谁要被近色的线,然后再选出来就是一个T形看到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标的线都给他修剪掉 好,修剪完之后,我们就剩下一个T形了,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T形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扫略 你看这个,这个是面,这是我们要的 那个 路径 所以我们扫略的方式呢,就是扫出 扫出,我们点这个面 然后再点这个扫出的路径,就是我们这个 螺旋的部分,可以看出来,你看我们的螺牙就做好了 在on shape来讲,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快的 好,做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平盖有外壳跟底部嘛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另外一个草图 我们一样用top来做草图 草图 然后点top 我们就可以选出我们的草图,那我们先把它 正式好了,正式这个草图的位置 好,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那个 外壳的部分呢,就是 牙根的部分呢,是 28.5,所以我们就选28.5 好,那我们总是要给那个盖子有个壳嘛,壳后 壳后,假如一边都是2mm的话,我们可以用 28.5加4,对不对 28.5加4,因为是一边2mm,所以两边就变 4mm 好,就得到这个32.5,所以我们就画出一个 这样的草图,我们先把这个part1 先把它隐私延长起来,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草图的样子 好,在螺旋线其实我们可以把它隐藏,延长起来 在这边隐藏 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时候,还是一样把他先打开 那先从草图3来做一个 长出的动作,第一个做生长 我们讲内盖的位置,内盖位置我们长1公分 1mm厚好了 1mm厚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长的方向,对不对 是向上长,没有错 好,这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长外壳的部分,那他草图3做出一个长出之后,急出之后,他就已经关掉 我们再重新显示,就可以看到他的画面 那接下来能不能让外壳的部分长12mm好了 12mm 12mm,所以我们选这个外壳的部分 长出来,所以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盖子 那盖子做出来之后呢,基本上这个东西 这个直角都有灵有角的,在使用上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做倒角的方式,倒角有一个倒圆角跟倒斜角 那 我们这边先选倒角就好了,那我就倒斜角的部分,1mm的去倒角 好,这盖子有个斜角,那斜角使用起来就比较不会有 个人的感觉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正式图来看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平盖 好,谢谢 谢谢 谢谢